好 我們談談領展 就是我們今天的個股推介之一 有朋友問 他說多少錢可以入的 哪個位置可以入 其實領展 如果剛剛不是發展商 甚至如果你要投資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領展我想是歐比之前那幾隻 因為它的逆周期能力也是比較強 甚至沒有賣樓 利率的風險相對沒有那麼高 但是問題就是逆周期能力比較強 不代表它的逆周期能力在 最重要就是 例如香港那些房地產業務上 其實大家都深知 我相信管理層都知道 未來很難做 好像以前那樣不斷地加租 然後又不斷地加強資產收益回報率 所以近這一兩年 它們都是積極地發展過海外市場 例如歐洲 內地買不同的物業上 但是問題是那個成效 是否真的這麼快見到出來 是否真的等於沒有風險 而且亦都要面對匯率的風險 匯率的風險之餘 還有說外圍市場 就是澳洲 內地市場上 你加租相對沒那麼容易 就是那個收益率固然是高一點 但是說管理 實際的股本回報率 就是實際的回報率上面 又不是這麼有興趣 甚至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 那些業務上的轉叉 或者公運值變毒的影響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興趣領展的話 同樣你最好分駐級納 還有我覺得都可以等到60元 左右這些位置才開始出售 不需要那麼緊急 因為主要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刻的股息率未夠吸引 我覺得可以等出業績 了解實際上 反正業績好都不會爆升 所以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上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這隻股份是好的 除非你是像基金 基金你一定要買東西 不是賣零錢 因為好處就是 就算跌下去也 60元跌得多少 5%左右 可能本地地產股 小股市場也沒什麼升 但問題就是 防守性好 但是如果對於你的目的 對於一般社會 就是想賺快錢 或者想做財息兼收 那你有條件等的情況下 就先等業績 所以我覺得領展比較適合 就可能等業績之後 或者60元以下這些位置 才去吸納 是啦 那Arno給個買入價 就是60元 ET的股推介 就是經濟日報建議 你62元好賣的 那大家兩個都可以參考一下